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亲近禅金江的象征禅金 梦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 命徐福去三神山之一的智乙山寻找不老草 位于智乙山入口的球里郡、马山面、冷泉村 及禅金江之流西施川流传着很多当时的传说 公元前三世纪的某一天 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与徐福探讨着长生不老 虽然统一了天下 但朕最终还得死 真荒唐 启禀皇上 臣听说海另一边的三仙山生长着不老草 请皇上不要太灰心 不老草? 真的吗? 臣愿带着童男童女去三神山 求不老草 好 朕命你速去速回 就这样 徐福带着童男童女五百名渡海到了韩国 徐福先是过南海 然后沿着禅金江前进 通过禅金江之流 西西川驶向智乙山 途中 口渴的徐福在球里的一个村子喝了口泉水 哇 这水可真凉 给这个村子起名 冷泉村吧 这就是求里郡马山面冷泉村的由来 到智乙山的徐福没有求到不老草 于是又通过西西川去了冀州岛 因秦始皇的使臣来回两次通过此河川 于是就有了西西川这个名字 西西川位于求里义的东边 至长28.15公里 流域面积153平方公里的禅金江之流 于全隐川 水洛川 白莲川 一起流入禅金江 每年七月中旬 在一眼望进智乙山老姑潭山顶的西西川边 盛开一百万朵熏草 这种壮观的景色成为了求里新的旅游名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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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